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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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mas are large cat-like animals which are found in America 美洲是一种大型的像猫一样的动物产于美洲 这个大型的用large这个没什么说的简单 咱们关键看像猫一样的通用的是cat-like这个复合形词 大家要是不会这个搭配的话 搞不好自己写就写出定义丛句 which are like cats 多啰嗦 以后我们记住 直接可以用像什么什么一样的 把预体放在这 后面用连字符 hyphen 然后再加一个like就好了 咱们多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像熊一样的动物 相信大家立刻会说了 bear like animals 像熊一样的可以这么说 女人般的句子 女人咱们为了尊敬用lady这个词 大家都会说了吧 ladylike behavior 女人般的行为趣旨 注意行为趣旨 behavior不可数 再比如说孩子般的单纯率真 孩子般的childlike simplicity 可以这么说 simplicity 单纯率真 来自于形式simple 再比如说 这个一个天使般的女孩 an angel like girl 天使 注意这个发音不要读angel 这个字母a发双语a 这个声音再加笔音 跟老师读遍 angel 再读一下这段语 angel like girl 好 天使般的女孩子 再比如说 多看几个 这个天使般的女孩子 有一双水晶般的双眸 水晶 crystal 对吧 马上出来了 crystal like eyes 像水晶一样的眼睛 但是这女孩今天没有来上课 为什么 因为她出现了 类似于流感的症状 类似于流感的症状 就fruit like symptoms 咱们一股脑 很多搭配都会说了 像流感一样 就好了 咱们看看具体应用 我们记得在2009年考研英语的大作文里边 出现过这么一个图片 看图作文 你看这里面就可以用上like这个结构 咱们看这图是这样的 大家注意到 是好像一个蜘蛛网结构的 什么一个建筑物 里面有很多小隔间在里边 很多人在里边对着电脑在上网的 网络的近与远 你看范文中是如何描述这个图片 他说 as is shown in the picture there is a cobweb-like structure with separate compartments packed in it 简文说正如在图片中显示的 这有一个类似于蜘蛛网的这么一个结构 这么一个建筑物 这个蜘蛛网叫cobweb 像蜘蛛网一样的cobweb-like 就都会写了 然后里面有什么呢 有若干独立的分隔开的小隔间 那么都密密麻麻的在里边 这个compartment叫小隔间 这个在未来第十课 泰坦尼号的沉默中 咱们会讲到 你看所有的结构搭配 三册里都有 还有再看当年一到四集的阅读真题 里面也出现了这个like 我们看他怎么说 他说 foxes and farmers have never got on well 这个狐狸和农民从来也不能融洽相处 get on well就相处得不错 为什么呢 they small look like animals have long been accused of killing farm animals 这些小型的像狗一样的动物 这狐狸跟狗有些像 本文中说大型的像猫一样的动物 你看这结构多么像 小型的像狗一样的动物 可不能发现是喜欢狗的 狐狸不会喜欢狗的 那么一直以来被指责杀死农场上的动物 这个accuse我们在生死中刚刚讲过对不对 他既可以表示指控也可以表示指责 这只狐狸 当然是指责了就好了 这是像什么什么一样的 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老师讲完了是李老师更会了 李老师又复习一遍 但希望大家牢牢把这结构记住 在家里自己多造几个句子试一试看 好 再回到文章中 后面说这个动物怎么样呢 which are found in America 它是产于美洲 这是个定义从句 当然大家注意 顾定义从句which又是关系代词作主语 其后的r又是必动词 李老师说我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两个同时省略 而只剩下这么一个结构 pumas are large cat-like animals found in America 这个结构也是正确的 这符合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要领 但是有同学说老师 那不应该是在美洲被发现吗 为什么是产于美洲呢 这个产于是怎么翻译出来的 大家注意这里用那个习语 就是be found in be found in可以翻译成在某个地方被发现了 但是本文中如果是被发现了 时代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被发现不可能每天都发现 为什么一般现代时呢 因为一般过去时嘛 比如1852年被发现了 本文中是固定的习语 叫产于某处存在于某处 产于某处存在于某处 尤其表示动植物这个东西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看这句话 many plant and animal species are found only in the rainforest 大家注意这里用了一番现代史 得翻译成很多植物还有动物的物种 species 也有美国人动成species 两个翻译都行 这个词单复数同行 尽管是复数 但不能再在yes了 单复数拼写一样 仅仅产于雨林之中 在其他地方都没有 这个不能翻译成在这被发现了 是铲鱼 咱们再看当年一道 这个托福的阅读真题里面出现这么一个句子 Vitamin C is found in citrus fruit Vitamin就是我们说的维他命 就是维生素了 但不要读vitamin 注意这个短译 不要读E 不是mean 而是men 我们读一下 Vitamin Vitamin 好 维生素C呢 存在于柑橘类的果实之中 这个citrus 表示柑橘类这种植物 这是产于 存在于某个地方 非常重要 好 你看第一句话非常简洁 简简单单一个小的句子 信息量特别丰富 它描述了本人中的主人公 Pumas 它的体型 Large 它的样子 Cat-like 还有产地 Found in America 咱们这么精彩的句子 能不能跟老师复述一遍这句话 美洲诗是一种大型的 像猫一样的动物 产于美洲 好 一起来 Pumas Are Large Cat-like Animals Which are found In America 再来一遍 Pumas Are Large Cat-like Animals Which are found In America 好极了 咱们不白复述 类似的 咱们造一两个句子试试看 比如说我们用它来描述我们的国宝 Pindus 这个大熊猫 大熊猫 叫Giant Panda 这是用术语了 因为光用Panda这个词既可以表示熊猫 也能表示小猫熊 熊猫后的动物都行 术语叫Giant Panda 就没有起义了 当然我们指示物的种类可以模仿本文中 用附属名词 Giant Panda 就好了 是一种大型的 类似于熊的动物 就Bear-like animals 那么产于中国的四川省 咱们可以先说四川省 再说中国 因为在英语中先说小的地方 咱们试试看可以怎么说 大熊猫 Giant Panda 是一种 R 大型的 Large 像熊一样的动物 Bear-like animals 产于 加等于从具 Which are found in 先说四川省 四川Promise 最后再说中国 China 这个句子立刻就造成来了 咱们看这个句子心中怎么这么自信呢 因为这个句型包括里面的搭配 咱们的世界经典教材新概念英语第三者中 咱们见过 大家记住李老师说的一句话 看过的在写 听过的在说 这个结构 咱们见经典教材中用过 照着写肯定没错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很可能写的句子对 但是却完全不地道 好 我们下面看更复杂的第二句话 后面说 When reports came into London Zoo That a wild puma had been spotted 45 miles south London They were not taken seriously 他说 当有人报告到伦敦动物园说 这个在伦敦以南45英里处 找到了一只美洲狮的时候 这些报告没有受到重视 大家注意 有人报告到伦敦动物园说 但是本文中用的是 报告来到了伦敦动物园 他用的是 Reports came into London Zoo 大家发现我们的 come into 一般是不这么用的 大家可能一般更喜欢这么说 He came into the classroom 他走进了教室 一般咱们用人称主语 表示某人来了 来到教室里面来了 但本文中不是 他也是用事物做主义的 这种用法在英语中特别多 咱们值得咱们好好钻研钻研啊 比如说咱们看看第二十九课 就在咱们三册 一百三十八页的第九行中间开始 一百三十八页的第九行中间开始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However a new type of humor which stems largely from the US has recently come into fashion 然而有一种特殊类型的幽默 它主要是这个这个源自于美国的 现在慢慢慢慢最近 已经开始流行起来了 come into fashion 你发现还是come into 但它的主语是humor 是幽默 而不是人 来这里咱们用的美视频写 用OR结尾 应是呢就OR就好了 两个都行 这幽默来了 我们再观察 再观察啊 比如说一百五十八页 三十四课 一百五十八页 第十五行后面开始 有这么一句话 一百五十八页 第十五行开始 The dealer told him that it had just come in but that he could not be bothered to open it 这个商人跟他说 这个大木箱子刚刚才送到店里面来 但是他说他嫌麻烦 不愿意把这个箱子打开 大家注意这个主语 it表示这个packing case 运货的大木箱子 这个come in 也是用come 这个木箱子来了 但是它主语 不是人 而是一个事物 没有灵魂的一个事物 其实这个地方揭示了 从三册开始 咱们要重点讲的 英语书面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咱们会发现 出现一个特殊的这么个现象 咱们这用一个术语 叫做无灵主语 什么叫灵呢 灵就是灵魂嘛 这没有灵魂 既不是人 连动物都不是 它是一个事物 一个东西 死的 或者更通俗一些 咱们叫物称主语也行 中国同学可能熟悉 你我他 你们我们他们 人称主语 这里是物称主语 术语呢 叫 inanimate subject 没有生命的东西 做主语 咱们中国同学不熟悉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代汉语中 咱们一般喜欢 人称主语 你我他 你们我们他们 但是翻译成英语时 都用人做主语的话 势必会造成咱们 居士结构的单调 这在写奏中 就容易吃亏了 咱们这种无灵主语现象 尽管在当代汉语用的少 其实在古文中 用的特别多 只不过咱们当代 中国人没有继承着好传统罢了 咱们的古诗词中 这个这个满眼都是 到处都是 咱们举几个例子 在当年初唐时期 有位和尚叫弟弟和尚 那么他也就是灌修和尚了 他在外号叫弟弟和尚 因为他是使教 一平一波垂垂老 万水千山地地赖 那么这时候是说 满唐花醉三千克 一见光寒十四周 用满唐盛开的鲜花做主语 用出销的宝剑做主语 没有人出现 却特别有意境 这个人如果觉得陌生 那这个家伙 大家一定很熟悉了 杜甫嘛 那么 颠框柳絮随风舞 轻薄桃花 竹水流 用随风飘扬的柳絮做主语 用随波竹浪的桃花做主语 没有人出现 但是却特别有意境 我们再看晚唐时期 晚未尽人物晚唐时嘛 一样叫做风流风雅风韵 还要看晚唐时期的诗人 最有名的是小李杜 李商业和杜牧 那么李商业的成就 应该说更大一些 你看他有时时有这么一个片段 一条雪浪 猴乌峡 千里火云 烧一周 用这个三峡里 雪花一样白白的浪头做主语 用天上的火烧云 晚霞做主语 没有人出现 同样特别有意境 这个在英语中 尤其书面中 是屡见不鲜的 咱们看几个例子 咱们看具体该怎么来应用 比如说我说这么一句话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这么一个句子 I thought of a good idea Think of 是想到了 这个句子当然是正确的 但问题是 如果你的语境都是人做主意 比如上一句话说 我遇到了一个困难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我把困难解决了 如果三句话都用我做主意的话 这个句实结果势必就单调了 咱们中间的句子不妨换一下 换哪个词呢 不妨用好主意做主意吗 会不会被一动词 就用刚刚这个come into A good idea came into my mind 但翻译中中文还是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一个好主意突然间到了 我的大脑里边来了 我想到好主意 随着咱们单词量的丰富 咱们句子可以显得更漂亮一些 词汇可以更灵活 我们可以说 A good idea flashed into my mind 一个好主意 一下子闪现到了我的头脑之中 就是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好主意 这个flash是一道闪电 突然间发出一道强光 这个意思 你看是不是句子结构可以更浮于变化呢 大家记住 sentence opening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create sentence variety 就是句子的开头 对制造句式多样性 是至关重要的 尤其是相邻的句子 咱们句手让它赋予变化 尤其是这个主意 咱们再看例子 比如说 这个人进城办事去了 他因公进城去了 咱们可能一般东西可以说 he went to the town on business 他进城办事情 这么说当然是可以的 但如果相邻句子都是人称主意的话 中间这个句子不妨把它变一下 business took him to the town 这个公务啊 公式把它带到的城里去了 但翻译成中文 还得符合当代汉语特征 人称主语 他进城办事情去了 咱们下面看一个复杂句子 咱们看中文 我们全家人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 去海滨远足 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用my home family 我们用一家人做主意 这当然是可以的 但不妨咱们多一个变化 你看看欣赏一下下面这句话 a warm and sunny sunday found my whole family going for an outing at the beach 大家注意到 这个主语是一个温暖而又晴朗的星期天 这是无灵主语了 事物做主语 他发现我的一家人呢 到海滨那里远足去了 但翻译成中文 还得符合中文特征 用我的一家人做主语 这种句子刚开始接触 可能觉得别扭陌生 没关系随着咱们课程的深入 这种句子越见越多 到最后我们可以轻松写出 类似的精彩句子来 这个知识到了第二课 咱们还会复习 就知道了 我们想起来